我們一樣齁 後面的地方齁 我們先染一點黃澤色進來齁 比較有光的感覺 樹這邊 整個染齁 然後這個 藍杆的部分齁 我們要留一點點白 不要整個染到齁 就中心這個地方盡量留白 這邊盡量留白齁 然後樹幹的中間這部分 我們也留白 靠近藍杆這邊齁稍微暗一點 不是 顏色稍微飽和一點齁 不是暗一點齁 然後這兩棵樹齁 這一棵是亮的 這一棵是暗的 兩棵顏色要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說這邊亮的佔比較多 那這邊暗的佔比較多 亮的稍微少一點點 這邊 帶一點點 膠著進來 做一個石塊的感覺 那這邊 那這邊筆觸 有一點小小的乾刷 這邊稍微 繞一下齁 好 我們加一點點 個黃 還有個橙 這邊 這邊 我們先輕輕刷齁 好 然後帶綠色 等一下我先把那個 燈籠的亮的地方先畫上去齁 因為我先讓它暈出來 加一點清水齁 珠紅 葛紅 生葛紅 讓它整個都先暈出來 沒有關係齁 好 好 那我們再鋪一點綠色 好 樹綠 可以加進來我們剛才的那個 黃澤色裡面齁 加點藍 我補下來 補下來 好 好 這邊齁等一下會有很多細樹枝齁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 稍微用刮除 刮除 刮除的方式去刮 如果沒有刮的話 我們就是用那個不透明的去做 好 這邊 就直接 把暗的齁 桌下來 往上撥齁 往上撥齁 這條亮的一定要留齁 這條亮的一定要留齁 筆 刷 過來 過來 然後越加 顏色越亮齁 剛才是水比較多 那現在就是 飽和的顏色加上去齁 好 這邊 先讓它暈進來 好 這邊吸的地方 在這邊 帶點綠 這邊也帶一點綠 好 讓綠色的顏色齁 都帶下來 光的感覺 對 對 帶下來這裡 帶一點點 把它往下帶 帶下來 不是太亮了 等一下齁 忽然 加一點點群青 顏色 我稍微讓它亮一點 好 這邊 可以 看 這邊 有些人 有些人 可以 看 那邊 有些人 有些人 先做 對 那個葛層啦 嘿 我加了 然後再加一點點 全清進來 靠近兩邊的地方 又會加強一點點 作為我這一層 影子拉下來 因為這邊它沒有完全乾 所以你在畫的時候動作稍微快一點點 就這樣刷下來就好了 光影的效果 先做 先做一層 我們等一下會再做 我們先做一層下來 這光影的效果 先做一點點 用剛才的顏色 這個欄杆的部分 先略微做一下 然後這邊 剛才的顏色 下來 樹影 安眠的地方 一樣 我先做第一層 兩個地方我們都先留住 先留住 旁邊 好 樹枝的地方 我就直接拉上來了 好 這光影的地方 先把它留下來 好 那接下來 我會畫後面 比較暗的地方 先把它 稍微處理一下 可是因為它現在 還沒有完全乾 所以我就 稍微吸一下 好了 等一下再加 靠近這邊 我稍微吸一下 吸一下水 紅褶色 稍微刷下來 稍微刷下來 直接來 膠折 再一點點 群青 這邊的顏色 可能要稍微畫深一點點 這樣光影面才會夠強烈 稍微刷 膠折 加一點青綠 加一點青綠 樹枝的某些亮點 我們留下來 畫上去的時候 我們順便 做暗的地方 做樹葉 做樹葉 滑下來 好 這邊有一點點 不好意思 我的 噴水罐嗎 噴水在這 水罐 等一下 因為太深了 讓它留下來 讓它留下來 讓它留一下 如果剛才那邊太深了 我就讓它留下來 如果不是太深 就會留到你的白 對 我是要問 怎麼不會留到白的地方 因為那是乾的 那邊沒有水 因為那邊沒有水 老師如果沒有 像剛剛那種太濃 那就不用噴水了 就不用噴水了 因為這邊沒有水 所以它會 會是這個狀況 因為我們必須靠水 去做一個結合 所以你只要沒有水 就不會 產生這個狀況 老師可是它會把綠色 蓋掉的時候 它是會用 衛生紙吸起來嗎 蛤 衛生紙吸起來 可以啊可以啊 但是我就 比較不會去把它 吸掉 就留著就好 等一下我們可以再用那個 再用一次 再把它 可以用刮的啦 刮一些出來 這邊齁 我們先把那個樹 這邊齁先做一下 基本上就是 我現在是看水到哪裡 我就坐在哪裡 這邊樹葉上面的變化 好 我想吃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樹枝 目前可以拉的 我就一次做啦 筆稍微吸乾一點 稍微乾筆醋 乾筆去拉細樹枝 的感覺出來 沒事齁 現在齁 現在齁 加一點 紅色比較多啦 加進去剛才的顏色裡面 讓它裡面的顏色齁 再多一點點 紅色的感覺出來 好 這邊光影的部分齁 我可以現在稍微做一下齁 這邊光影 樹的影子 不是啦 樹葉的影子啦 灑落在那個 樹幹上面的感覺 先做一下 然後加 藍色 群青 顏色點一下 讓它的彩度有點變 顏色上面有點小小的變化 這邊 亮的不見了齁 我們吸一點點起來 好 謝謝 我們把那個 亮的地方齁 有些地方吸一點點起來齁 有一點光的感覺 有一點光的感覺 無顏的亮面 要不要飛起來 無顏的亮面 我這邊有留了一條 我這邊留了這一條 這條 然後 後面的 樹葉後面齁 會是 會是暗的 我會讓它暗一點 只有 上面這一條 還有這一條 也就是 上面這一條 還有這一條 是亮的 其他都是暗的 齁 所以這條 我稍微 剛才有留了一下下 微微的暈上來齁 但是我還是做一下 就這邊 稍微做了這一條 然後這邊齁 一樣齁 我就 繼續 做一些稀素枝 做做 弄出來這樣子 好 繼續 這個燈籠亮的地方不見了 好 把它插起來 插出來這樣子 好 繼續來齁 這邊 裡面齁 多一些變化 光銀光裡面齁 這邊 這邊 這邊裡面是暗的 欸 這個是那個 還沒講這個是哪裡齁 這是那個戶國禪寺 臨機戶國禪寺 對 遠山捷運站 對對對 遠山捷運站 那個地方齁 遠山捷運站下來 就會看到 有一個戶國禪寺 這是裡面的那個大熊寶店 這邊 這是我們一次寫生的時候拍的照片 好 這邊的光銀面加強 往上拉 靠近這邊的光銀面加強 下面稍微深一點 這邊就是我剛才講的 靠近這棵樹 我要讓它亮一點點齁 所以靠近樹的旁邊齁 我也加深齁 稍微加重一點 這邊的樹蟲 顏色 好 葉子 稍微乾擦 下來齁 我再擦一些 慢慢的 慢慢的 慢慢乾掉了齁 我就要再擦一些 我把那個光銀光銀的地方齁 慢慢的做出來 我把那個光銀光銀的地方齁 好 邊緣 靠近這邊齁 一樣 深一些 好 好 繼續處理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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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裡面的一些 好 我們可以再做 多做幾次齁 做菜這樣的效果 好 這邊齁 慢慢再分出來了齁 這邊比較乾了 好 稍微細試一下 好 稍微細試一下 好 靠近這邊 有兩層 所以這邊上面這個地方齁 微微的 按一點點 往下拉 好 下面這邊再一層 好 它會變兩層 好 這就是比較細微的地方 你可以再做 讓它的整個的強度 再強一點點 好 這邊有兩層嗎 齁 看得到嗎 好 它中間夾一道白的 它就會多一個層次感出來 就是這樣而已 然後下面這個地方 這邊 這邊 上面這邊一層對不對 嗯 然後這邊 一 二 下來這樣子 有沒有 然後這道 這邊齁 下面稍微深一點 它就會立體凸出來 我們就是在這邊的地方去做 然後這邊的影子 我再做 稍微染一點水 我們講過影子的部分 不要讓它很像 乾蟲疊疊太多 因為這樣看起來比較沒辦法 成為一體反而會變很雜 所以我這邊會染一點水 讓它暈上來 跟上面的切合在一起 再做不同的層次出來 再按面的地方 雖然我還要再加 但是我不喜歡那個邊的部分 太過於強烈 所以我就會稍微上一點點水 再去把它做得更 柔一點點 就接得更順了 這邊 這是一面,這是轉折過去 那我把立體桿 所以這一道要稍微再深一些 然後這裡拉過來 然後靠近邊邊這裡 稍微加重 加重一點 靠近邊邊 這個頭的地方加重 它就會更突出 這個點就會更突出 然後上面這裡 開始分 一個面 一、二 下面細的一個按面 它就會轉到下面去 事實上應該是看不到下面 但是我們會稍微 做一下 稍微處理一下 那這邊影子 下來 好 暈過來 帶一點清水暈過來 這樣子層次就會越來越多 你也可以接得很順 就是靠這個地方去做而已 那這個頭這邊一樣要跳出來 所以這邊加重 加重一點點 讓頭這邊也跳出來 往下清水暈下來 這樣子 這個樓梯就會越來越明顯 那這邊還有一點點 還沒乾 那我看 塑影的部分不夠精彩 我就稍微再點 讓這邊的塑影的這個感覺 好 這是一個L狀的 L 然後平的對不對 所以立起來的部分 我稍微深一點點 那平的地方稍微淡一點點 這樣子的感覺 跟我們在畫那個桌布很像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就是這樣去做 那你這邊的細緻度就會高 然後後面這還沒有乾 那我就 只好先處理前面的部分 我開始把這欄杆 稍微做出來 稍微做出來 畫按面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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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 你只要畫旁邊 你的右 左手邊 左手邊 跟下面 然後這邊弄 然後這個地方 你不要畫一條線去把它分開 就是亮面這裡 你不要畫一條線 你先不要畫 等一下我們再稍微淡一點的顏色 來處理它就好 這樣看起來 比較不會那麼硬 才不會好像在勾邊的感覺 你只要畫按面就好了 按面 這邊是粗的 然後不見 然後再變粗 然後再變粗 這樣子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再變粗 拉過來 拉過來就好了 這邊 粗的 粗的 留下來 有沒有 這樣子那個 藍杆的感覺就會出來了 是這樣子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繼續做這裡 把影子的地方 繼續加強 我們剛才上了一點點顏色 水稍微多一點點 稍微做第二次 稍微做第二次 上面這邊要刮了 對不對 對齁 哈哈 哈哈 沒有刮了 到來不及 我現在要刮卡 對 我要刮卡了 加五趴 要護葬了 哈哈 哈哈 還好有沒有提醒 剛好 不是 差一點又過頭了 對不起 沒有我們剛剛一直在注意 有沒有 就是快要 對對對 就是這個時候 對對對 好這邊齁 因為我們剛才下很重 原因就是為了要刮這個 隨便刮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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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刮就好帥 隨便刮就好帥 隨便刮就不行 你就隨便刮也會這樣 隨便刮也會這樣 不用想說 你就隨便刮也會這樣 不用想說 不用想說 那張卡 對 那張卡 對 等一下 我先去當個銀行行員 然後再我發卡量 哈哈 你會以為你那個先搶一下嗎 要是不是搶銀行 雪花會幫你一起想 不行,你今天比較適合紅面 我會發那個 你今天用的是什麼紙? 不是,寶紅 寶紅啊 你問的是什麼卡? 什麼卡? 我會問什麼卡 對啊 來家人 來家人,不是Costco嗎? 不是Costco 無限於卡 Costco應該很容易 大家辦卡就是要把它弄壞掉 因為他這邊很多細數字啦 當然你也可以用不透明的慢慢畫乾也是OK 那換句話說其實你也可以用那個 有白膠有沒有 細細的一支一支留下來 其實也會很好看,一定會很好看 你只要留得很細,都其實都OK的 對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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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整個感覺就會慢慢的跑出來 然後這邊伸的部分 我們繼續來 縮起來 樹枝樹葉的樹幹的部分 顧如斯蘭 點進來 點進來就好了 中間這一道稍微畫深一點 我們剛才留白的地方不要去做到 不然就白留了 剛才留白的地方旁邊畫深 它就會像有光的感覺 這個邊邊的地方 拉下來 虛掉 光影光影的效果 然後 做它 這邊加重 加一點點 黑色 前面的這個部分 然後這邊 青綠色 進來 把樹幹的部分 凸顯出來 但是樹幹的部分 我黑的就沒有畫到這麼黑 我們剛才講過 這支樹幹我們是要留白的 不是留白啦 流亮的啦 燈籠的旁邊 稍微加深一點點 然後就把樹幹的部分 在那邊 燈籠的形狀 有一點糟金起來 再把它做出來 然後按的部分 是一個比較黑的部分 刷出來 往上 弄斜的 做裡面的一些 裡面的一些小細節 可以稍微放斜的做一做 一樣帶點焙 靠近這邊稍微按一點點 靠近下面的地方 稍微按一點點 去做 那個玻璃的反光 就反射那個 其他的東西 下面的亮暗面 在這邊 這樣子 它的那個光影面的 細緻度 就會越來越高 這邊 這邊樓梯 多畫一層 稍微按一點點亮的 再稍微按一點點亮的 再稍微按一點點亮的 這樣子 輕輕的做出樓梯的感覺 然後一樣靠近 上面這個地方 點一下往下拉 這樣樓梯的感覺就會出來了 好 上面這邊 我們其實還要繼續把它稍微加深一點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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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枝的部分 有淺的就會有深的 而進去 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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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我們稍微再加強一點點 影子下來之後 我讓它暈開 因為這邊我們沒有畫 所以就到這邊就好了 接下來接這邊 然後再用筆把它乾刷 先下顏色再乾刷過來 這邊 應該是我還會再加一層 因為加上去之後 色彩會再豐富一點點 這個縫隙的地方 稍微補一下顏色 下來 然後這邊還是在 讓它再強一點 這個燈籠的部分 再畫細一點點 再畫細一點點 做中間的部分 然後再做暗的地方 然後旁邊就讓它暈出來 留下這裡就好了 讓這個燈籠挑出來 好 然後我們的大雄寶殿 要寫一下 看好 蛤? 什麼? 扁額的黑底 哦 對對對 扁額的黑底要做 好 我字齁 事先留白 到最後再上色 齁 好 把字先隔開齁 好 這邊有細數汁齁 我們一樣留下來 齁 這樣子 上面這邊 這邊 再黑一點點 不夠黑齁齁 這其實不夠黑啦 所以靠近這個地方 我會讓它黑一點點 這邊 我下這個水是要讓它暈出來 就排扁上面不要太完整太方 因為怕太硬 這樣子 然後旁邊 越到後面也是越來越淡 讓稍微前面伸一些些 有寫有寫 有寫 因為沒有寫 我可能也會那個 買去借 那就是它是 它是 狂起來 你看它是 狂起來 我大概狂起來而已啦 對 大概狂起來而已 對 大致上先狂一下 不然你會不知道那個行 欸 範圍在哪裡 如果到時候不見 那就 有點可惜 是不是 蛤 蛤 好 上面的葉子 樹葉齁 我們稍微做一下齁 就這裡 這個角落齁 讓它 稍微 多一點點 上面蓄掉齁 你也可以噴一點點水上去 讓它暈掉齁 這邊齁 我再稍微加一下就好了齁 剩下的同學就 試試看齁 然後這邊 樹葉 過來一些些齁 好 不要整個畫一條線齁 先刷一個淡淡的顏色 然後再慢慢要深的地方再加一下 那你的這個樹幹就會慢慢地浮出來 然後再將它絕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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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大致上示範到這邊 第二層,你說這一層是不是? 我們按的地方再加重一點點 慢慢再分出來,例如說 輕輕的再分 可是不一定要很完整 因為它還有樹葉,整個的部分 你都可能還要再做 唉唷 上面那層最上面的部分 再加點清水,讓它暈開 慢慢的把它縫隙的地方 拉出來 拉出來,慢慢做 越到這邊越亮,越到這邊 稍微深一些些 暗一點 但是這邊我還是會放掉 所以不會畫到很重 因為最重要的部分 還是留給中間這個地方 這樣看起來它的分量會比較夠 好 我們就先 然後 像這個 我們剛才講的 樹枝有時候 真的是沒有做到 也沒有做好的地方 我們就是用那個 降落色來補就對了 有些小細節 我覺得這個 比較小的細節的部分 我再使用降落色 稍微輕輕補一下 順著這個再做 尤其是這個地方 因為這真的 有時候刮 好像也不好刮出來 因為尾端的小細節 小細支這個 可能沒有辦法 那個刮到這樣子 所以我可以用降落色來補 然後這邊有一點點光的地方 也是一樣 這樣更有那個光的效果出來 這邊 如果真的是忘記的時候 你就這樣做 就是樹的光的地方 這張可能就是 你專注在做這個 樹影 交叉那個光影的 那個感覺 盡量做細緻一點點 不要每個地方瞄得很細 你就中間這個地帶 畫稍微細緻一點點 這樣就OK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